厦门山海健康步道连接了厦门岛内的多个景区景点 成为市民游客健身休闲的好去处 而和这个步道相连的一些公园景点 现在呢也正是花草盛放 来 我们一起去踏踏青 从山海健康步道起点 游轮码头一直向东行 走不到两公里 就来到胡尾山公园附近的樱花谷 虽然现在已经过了樱花盛放的季节 但管理方近期利用樱花树中间的空地 种植了当季的石令花卉 娇艳绽放的三角莓 成片开放的千日红盒外兽菊 与墨绿之草相互映称 吸引蝴蝶翩翩飞舞 加上隐藏其中的雾森系统 所营造出的雾气缭绕景象 让整个景观好似梦幻仙境 近来就感觉有一种那种人间仙境的那种感觉 特别好看 然后就直接走过来看 之前有种了98颗的樱花广州樱 然后它的花季是在2月到4月 然后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季节了 我们就做了一些当地石令花卉 点缀这片樱花股 加上一些物生系统 早上8点到10点 到了下午4点半到晚上6点会再开放一次 养护花草的同时也让景观得到提升 在山海健康步道仙岳公园段 也有美景让游客豁然开朗 今年5月 管理方在仙岳公园广场 播种了近1800平方米的流化局 如今流化局已经进入圣花期 古殿与花海相互照应 独特的景致让不少行人停下脚步 细细平上 何行留恋 一上来心情马上就兴奔神娱哟 马上就好舒服 看上去好开心 走一走然后可以来这边休息一下 而且这边的花都很漂亮 除了增加植物景观之外 近期步道管理方也对步道上的部分休息平台 进行了美化装饰 在休息平台的遮雨棚上 以厦门来为主题进行了彩花设计 让市民游客既能在穿梭步道时 欣赏到葱葱山野 城市繁华 也能在静坐休息时 感受厦门城市的 欣赏舒适 它是一条休闲健身 还有景观相结合的一个慢性系统 也想展示说厦门高颜值的生态花园城市 记者杨红 郑中美报道 请不吝点赞 郑中美报道